好我们先进Google日历 那请你用那个交云端的账号登入Google 然后呢在九宫格的地方点选进入Google日历 那进来以后呢我们这边要设定呢 要新增一个那个日历 好那我们新增日历要在左边的地方点 其他日历这边一个加号点了以后 我们先新增我们的班级日历 所以我们选择建立新的日历 好那这个名称呢我们假设我们是20级 那我就新增一个201的班级 好那在这边我们选择其他设定 先不设定的话我们选择建立日历 好建立好日历呢我们在左边的地方可以看到呢 新增一个201的日历 已经建立了那我们 离开我们的设定 好那其他在左边的地方呢我们 点写201的部分 好那这样子 日历就